我们关注到有媒体报道说有关的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了新的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 并且正在申请排除对这部分产品加征的关税 能请发言人能否透露相关的情况 包括这次采购的具体的规模和种类 那这是否也将会成为中美重启磋商的条件之一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根据我们的了解会更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中国的一些企业有意愿 继续自美进口部分的农产品 已经向美国的供货商寻价 并且将签订商业合同 有关采购 由企业自主决策 按照市场规则进行 重启经贸磋商 是两国元首大把会务达成的重要共识 与贸易采购没有直接的关系 谢谢 谢谢